熱量比較高的食物 反而會越吃越甜 那就反而會越吃越肥 如果市民很想吃雪糕、吃甜品 營養師建議大家可以選擇 低糖、低脂的乳酪去代替 因為口感都比較相似 他又教大家 做低糖乳酪鮮果杯和水果茶 一些乳酪或者奶類的製品 其實都可以摺取足夠的開脂 可以增強了我們分解健康 那另外一方面 為什麼我會選擇加鮮果呢? 本身生果有一個天然的甜味 亦都他們的色彩會比較繽紛 亦都可以摺取不同的維他命、果物質和纖維 首先我們會用一粒士多啤梨 把它做切粒 切完之後就放在碗裡 切完士多啤梨之後 我們就會切青底子 切開一半 切開一半 然後再切四分一 切好之後 先放在一邊備用 我們就會預備一個杯 一層乳酪 一層青底子 一層士多啤梨 一層乳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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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無額外再加到任何糖分 但也可以喝甜點的飲品 做一個比起汽水或其他有糖的飲品 一個比較好的代替品 無論是大人或是小孩 其實都是適合人 不過營養師就提醒患有乳酪不耐症的人 又或者睡眠質素不是那麼好的人士 就不適合食用以上這兩款甜味食品 反而比較適合嘗試羅漢果水 五味所入 酸入肝 身入肺 苦入心 咸入腎 甘入皮 眾議所說的五味就是酸、辣、苦、咸、甜 不同的味道歸入不同的狀苦 而甘味亦真是甜味 主要作用就是健脾養胃 而蜂蜜、麥芽糖這一類天然甜味食品 更加是中醫常用的藥 我們中醫認為乾的味道比較滋潤 所以芬蜜有很好的溶醋作用 比如說用腸通便 或者是用醋用肥止咳 麥芽糖其實是從那些麻 或者是那些糯米當中提煉出來的 這個呢 我們中醫作為一個很滋養的強壯 我們經常用來 用來癒病 比如說我們很著名的兩個處方 用來治療土痛 煎皮來的 張宗景 一個叫大嘯煎中 煎中湯 都是用這些儀糖 混在裡面 作為一個很重要的藥 中醫認為雖然天然甘味食品 有益身體 但進食過量甜食 反而會引起遺棄、遺障 行常的腹部按摩 有助舒緩腸胃不適 我們中醫養生的一個方法 叫做腹二腸摸 就是腹部呢 正常用按摩 這個按摩呢 你把你的手搓熱 搓熱之後呢 放在那個肚臍周圍 比如說左上右上沒有所謂的 之後呢 下午送時針的方向 慢慢的以中等的力度 圍繞著這個肚臍呢 慢慢的按摩這樣搓 可以按摩三十次 五十次 看你自己的情況 天天堅持 對腸胃的消化是很好的 除了按摩腹部 市民也可以按下 中碗和腳部兩邊的竹三里 同樣可以清理腸胃 以下這一碗 黃旗等心竹 適合胃口一般的 消化不良 脾胃虛寒的人 在天氣凍果時吃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